- 升降溯 - 哈嘍大家午安 - 阿普午安 - 哈嘍空空 - 午安 - 今天好熱喔 - 怎麼樣 今天的Mina是不是在超級準實啊 - 嗯... 哈囉 哈漢 午安 偷補唇膏 趁還沒有什麼人進來 太準時 而且我要告訴大家 今天 今天Mina要吃 午餐 不是吃早餐喔 哈囉 尊尊 午安 謝謝哈漢的Kiss Juju Akira 午安 我們來放一下音樂 愛莉 愛莉 午安 這個時間本來就是午餐 可是因為平常Mina都是睡到 睡到可能中午起床 這個時間是吃我的早午餐 今天吃午餐的意思就是 對 我今天比較早起 有吃了早餐了 所以今天要吃午餐 我覺得這樣很好喔 就代表說我的作息慢慢調整回來了 非常開心 因為我其實覺得早起吃早餐 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而且通常以前夏天 我可能都會在五點半六點半左右 就起床 就會覺得一天過得比較長 比較充實 可是冬天的時候 加上前陣子比較忙吧 就常常都是很晚才睡覺 然後很晚睡就晚睡晚起 醒來的時候已經中午了 就會覺得好像沒做什麼事情 一天又過了 謝謝楊熊的新知冠 對 然後現在的話 慢慢越來越早起 我覺得這是好事 就回到以前那樣子 比較規律 一天有三餐 五點也太早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夏天有時候就是會五六點就起床 有時候可能才四點 天都還沒亮 然後就醒了 然後就一直在等天亮了 然後再起床吃早餐什麼的 夏天常常會這樣子 可是前陣子因為太累了 然後常常都很晚睡 睡到中午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不太好 雖然說 雖然說這樣子是省了一餐的錢 對 我覺得我現在這樣子 我擔憂的是 對 我這樣要多花一餐早餐的錢 可是我覺得 該花的還是要花 早餐還是很重要的 哈囉 Martin 午安 四點是爺爺的年紀才會 誰說的 誰說的 哈囉阿飛午安 謝謝新穎的新之冠 重點是早餐錢 但其實早餐也可以吃得很便宜啊 而且重點是早餐一定要健康 反正是午餐我覺得可以隨便吃 因為午餐只要吃得飽就好 我還蠻容易飽的啦 哈囉晨晨午安 維琳 維琳午安 蘿莉蘭 午安 哈囉小白兔 I'm yours 午安 謝謝阿提拉的花開了 好可愛喔 是我喜歡的向日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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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家豪 哈囉 我哈哈午安 青春住了誰 午安 髒兒喵喵 午安 微妮午安 哈囉 國叔 謝謝哈哈你的事業潮 開花 開花 開花怎麼了 我們要一起開花花 哈囉 命午安 小微午安 哈囉 好哈娜 午安 俊全午安 大家吃午餐了沒 我今天早餐吃甜甜圈 我發現吃甜甜圈好快就肚子餓了 我現在已經肚子餓了 想要趕快吃午餐了 要跟大家一起吃 吃午餐 吃午餐 空空在吃早餐 怎麼那麼好 不用上班嗎 還是你早餐從早上吃到中午 謝謝新鮮檸檬的向日葵 哈囉文生 楊熊的約會座位跟夏兒同桌 好楊熊多多學習人家夏兒好不好 你看看他 再看看你 謝謝阿當 哈囉阿華 午安 洛克午安 我剛剛去弄尖餃 而且很難得喔 我今天弄好午餐還那麼準時開播 尖餃要趕快吃 不然就不脆脆了 威魯午安 謝謝洛克的玫瑰 哈囉鎮人午安 左臉頰 對粉絲推薦給我的 很喜歡 覺得好可愛的一首歌 鎮東午安 學夏兒帶女友去 什麼夏兒要帶女友來約會 什麼意思 夏兒有女友 海山午安 謝謝空空的掌聲鼓勵 什麼的尖餃 Mina自製排尖餃 其實是水餃 但是因為我今天想要吃尖餃 所以我就把它先煮過再拿來尖 炸水餃炸水餃熱量太高了 大家都是小琴推薦左臉頰這首歌 我是粉絲在跟我推薦 哈囉 季風亮午安 我看到了 也可以直接煎 可是直接煎好像會比較久 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 因為它是冷凍水餃 反正我是先 我是先煮滾了 然後 然後再用平底鍋煎 炸水餃吃過超硬的 那應該是店家炸好放太久了 就會很硬 哈囉 手牽手牽五安 蘿莉郎你頭貼東西還不給我換回來 什麼藝術 好像蠻可愛的 什麼很可愛 水餃很可愛 不是我很可愛 Mina煎得當然好吃 當然 喔但這個水餃的size真的是蠻可愛的 我也是買了才發現 這麼小一顆 截一下可愛的 那水餃的畫面 不是水餃是尖餃 嗨完成です 我保持很安靜 那給你們吃水餃 差點掉下去 那我要開動了喔 我很少做尖餃 不知道不知道有沒有好吃 開動 我覺得吃起來還是很水餃 我在講什麼啊 雖然它本來就是水餃 可是煎過之後 外表看起來還是尖餃 可是吃起來還是水餃 尖餃的皮應該會再薄一點比較脆的 這個就是外表是尖餃 可是你吃還是吃得出它是水餃 我耳邊的秘密 是你有溫柔的呼吸 含水量很多的水餃的感覺 含水量很多的水餃的感覺 差不多吧 但是這樣子還是比單吃水餃好吃 會感覺比較多了一個口感 因為我前陣子看那個 不賣頻道他們就在說八方雲集其實可以點隱藏版的美食 就是你可以跟店員點說 你要煎的水餃 八方雲集不是有賣水餃跟煎餃嗎 然後他們說其實可以跟店員直接點說你要煎的水餃 但是人太多的時候不可以 就是如果人太少的話店家會幫你做 可是點了之後他們都覺得吃起來就是 就是沒有真的煎餃那麼好吃 對店員會覺得很麻煩 為什麼要點煎的水餃 對聽說可以點耶 我在Youtube上面看到 可是他們都覺得 吃起來沒有水餃那麼好吃 也沒有煎餃那麼好吃 就是一個很搞剛 店員覺得很麻煩 多花時間去做的一個東西 可是他又沒有煎餃本身那麼好吃 就是都一半一半 所以我覺得如果想吃煎餃還是吃煎餃好了 水餃煮過在煎好像 我覺得普普耶 就是他其實本質還是水餃 有話可以說卻很輕鬆 自認識的 尼娜可以點煎的煎餃嗎 煎的煎餃太噁了吧 煎的煎餃跟 謝謝孝賢的心之罐 煎的煎餃應該就爛爛的 那樣跟把雞塊丟到火鍋裡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把雞塊丟到火鍋裡是好吃的 可是煎的煎餃感覺就不好吃 煎的煎餃會散掉 煎的煎餃會散掉 對啊 要的話丟雞塊好嗎 今天那麼豐富 有很豐富嗎 這很便宜耶 這是冷凍水餃 一包好像五百公克嗎 五十塊錢而已 這應該才裡面的可能 八分之一 可以煎很多次 比麵包好多 可是因為我早餐已經吃麵包了 我不可能一天三餐都吃麵包 這樣子很不健康 煎的煎餃不就是一般水餃 可是煎餃皮就是皮會比較薄啊 不太一樣 我自己一直覺得還好 我自己一直覺得還好 我覺得這點還好 就是 就是吃的出來就是煮的 煎的水餃 那可能有人會喜歡這種口感 外面脆脆裡面有一點軟軟 對啊三餐吃麵包不行的 我之前看到新聞說那個 麵包師傅覺得店裡麵包啊 剩下來很浪費 他就天天三餐都吃麵包 然後後來就是 其實麵包還蠻油的 所以他後來就 很像是高血壓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 就生病了 所以真的麵包雖然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不只麵包啦 不管什麼東西 你餐餐吃一定都不行啊 你很喜歡喝珍珠奶茶 一天照三餐喝你也不行啊 對身體都不好 不管什麼東西都一樣啊 對身體都不好 切切文針追蹤 一天三餐都吃飯了 我覺得 加工食品吧 天然的東西是無所謂 可是加工食品的話 到三餐吃都不好 三餐吃馬鈴薯 外國人的主食就是馬鈴薯啊 他們三餐不是都吃馬鈴薯嗎 謝謝阿鈴薯的生日上廚 到三餐想我可以嗎 可以到三餐想我啊 可是我怕你們會生病耶 可以得相思病 太想我了 我覺得 因為我吃水餃其實是要沾醬的人耶 可是我發現水餃煎過之後 會覺得多了一個 是焦香味嗎 就是即使不沾醬我也覺得很好吃耶 一天想我一次就好 睡前要想我一次 嗯 外國人不能吃海苔 為什麼 沒聽說過耶 還有七顆 除戀降五安 我決定 我決定 我決定來加醬 要換一下口味 我想試試看這個 和風沙拉醬 感覺吃起來不會那麼油膩 我來試一個看看好不好 雖然不加醬很好吃 雖然不加醬很好吃 可是我們來加醬一個吃吃看 它會不會更清爽一點 和風醬跟尖角很大耶 嗯 嗯 加醬更好吃 我果然是加醬派的 那集很厲害耶 吃東西都不用沾醬 加醬比較好吃 什麼連鎖的 你說這個沙拉醬是連鎖的嗎 是啊 不是加蛋派的嗎 欸 一般人吃煎餃會加蛋嗎 好像早餐店會齁 但我沒有在早餐店點過煎餃 欸 我覺得早餐吃煎餃太油膩了 早餐還是喜歡吃麵包什麼的 因為我說我愛過日 吃蘿蔔糕不沾醬很厲害 我也覺得蘿蔔糕不沾醬根本就難以下醬 雖然蘿蔔糕本身是有甜味 可是沒有醬就覺得怪怪的 不能如此灑脫 此刻堅決 小楓宅午安 逢獎人是眾賢派的 那你眾賢派的人早餐要吃什麼 我在吃什麼 我在吃 煎的水餃 沒有煎餃那麼脆 真的還是吃得出它是水餃 但我覺得好我下次去買煎餃好了 可是我覺得自己在家煎餃很麻煩欸 我覺得要吃煎餃還是去外面好了 外面的煎餃就是可以很脆 感覺水餃是適合自己在家 不想出門的時候隨便煮的東西 加蛋五安 眾賢派的早餐吃鹽巴配醬油 這要洗腎了吧 浩浩好久不見 好吃 自己煮的最好吃 只是偶爾會想要 買外面的東西 我昨天晚餐去買了那個巧克力章魚燒 因為昨天就 突然很想要吃 巧克力章魚燒 所以我就去買了 有一顆給你買啊 可以啊 誰都沒說再見 上次呢假的啊 巧克力章魚燒還不好找欸 不是每家店都賣 那個很好吃欸 巧克力章魚燒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直接單吃一盒會太膩 所以我昨天點了 一半起司一半巧克力的 就是你有一種你吃完 因為他一盒是七顆嘛 所以你可能吃完四顆 就差不多飽了 他真的蠻大顆 你吃完四顆差不多飽了 然後另外三顆巧克力就當 那個 飯口甜點 超級滿足 很好吃 可以混搭 對我覺得混搭比較好 因為吃一盒甜的章魚燒太膩了 為什麼巧克力章魚燒會想到金沙 感覺章魚燒裡面 我好像有看過有youtuber就是把 章魚燒裡面包各種東西 然後其中就有包金沙 那種不是有賣最近那種很多章魚燒雞 就是讓大家可以自己在家裡 章魚燒派對 他可怕 可是如果章魚燒裡面包金沙 外面賣這樣子包金沙的 哇那 金沙一顆至少十塊錢 那你一定要買一盒章魚燒應該要一兩百塊啊 變超貴 我覺得章魚燒包金沙一定好吃 章魚燒是好吃的 金沙也是好吃 兩個好吃的東西加在一起 怎麼可能會變難吃 一定是好吃的 包金沙不就超大一顆 對啊 吃一顆就飽了吧 而且還很貴 楊兄家有章魚燒雞喔 真的喔 阿楊兄有朋友來你家一起住喔 還是你都一個人這樣 感覺寂寞 再沾一下辣醬 你說這個沾辣醬嗎 其實我雖然吃的很辣喔 但是我自己在家裡吃其實都蠻清淡的 就是很簡單的可能只是 就是穿燙一下 或是怎麼 就是簡單的加鹽巴調味 我們家也沒有味精那些東西 就是很純粹的調味而已 但如果去外面的話 其實我是蠻吃重口味的 就是我很喜歡吃辣嘛 大家都知道我很愛吃辣 而且我的辣已經 越來越層次高了 等級高啦 就是我現在去外面都點大辣 我以前都是點小辣 然後現在點到大辣已經覺得不會辣的 這種程度了 所以辣真的是可以訓練 常吃辣很傷身 其實你們看很多愛吃辣的人應該 都跟我一樣 就是 其實我們平常吃的很清淡 不可能 不可能天天都吃重辣 只是喜歡吃 但是不會天天吃的 韓國活雞麵 有啊我之前 我之前直播的時候 很久以前 我有直播吃過那個 韓國辣雞麵 我覺得很好吃 可是吃完之後啊 我都不用 我都不用塗口紅 我嘴巴就變橘紅色的 就是它的那個辣醬啊 會懶在嘴唇上面 不過我覺得那樣蠻好看的 蠻好看的 什麼 紅獎人高中吃辣吃到送醫院 你是去吃大王嗎 我覺得那個還好 我覺得那個沒有到很辣 辣雞麵 會辣到拉肚子 沒有啊 我那天直播 吃完辣雞麵就很 很正常 沒有那種 不會覺得全身很燙什麼的 這是很一般的辣 也沒有拉肚子什麼 就很正常啊 肚子也沒有不舒服 我覺得那個還好啊 多虐一下五阿 不會吃辣的人 當然 當然會 不舒服啊 因為我是還好 我覺得那個蠟燭 對我來說一般般 嗯 嗯 兩倍辣度的辣雞麵 我那時候吃的是一般的嗎 我那時候吃的是一般的嗎 山寨版的 山寨版還給我賣那麼貴 不會吧 你拿去全員內最會吃辣的嗎 我不知道耶 可以提議放下偶包來一場 吃辣大賽 不是 TTP 第四季TTP 偶像生死豆耶 比吃辣 看誰是最會吃辣的 感覺還不錯耶 所以我沒有 我之前吃的是一般的是不是 那我現在是直播可以來吃吃那個 什麼 你們說有兩倍辣度 我之前吃的是一般的嗎 桃園小辣椒是誰 誰是桃園小辣椒 我忘記我之前吃的是什麼了 這餃子好小顆喔 一口就一顆了 我主人是桃園小辣椒 你怎麼沒聽過 人家覺得好的辣椒很貴耶 什麼魔鬼椒那些都不便宜 什麼 媽媽大家下次直播要看我吃什麼 什麼有推薦的什麼辣泡麵嗎 那雞麵我之前就吃過啦 我今天吃到好快喔 半小時就快吃完了 麻辣蝦蝦 我上次奶奶外送點了一個麻辣蝦蝦 超好吃的 我還沒有找機會再去吃一次 好吃 這個一口就一個吃很快 它很小一顆耶 這麼小一顆 你下次就摔到夾囊裡面了 夾囊比購物袋還好用喔 我今天穿完吃不完再慢慢吃 今天比較餓 是嗎 真的是蠻餓的 很準時又吃很快 不是米拿 今天不是米拿 我都說小的食品一定更秀燈 真的超小一顆 因為只有八方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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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吧 跟我的臉頰比一比就知道 它是這麼的渺小 9到5安 看最後一個了 老婆進入我直播半小時以內吃完 吃完就可以唱更多歌 哈嘍 吉祺 請安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幫大家一起吃 長得滿滿的醬 Mina有胖胖鼠臉嗎 你們看我的臉有胖嗎 我跟你們講這不是胖 這叫做夾囊 這是夾囊 她才不是胖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吃完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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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汁壽司 滿滿的醬 滿足 好吃 謝謝小小的掌聲鼓臉 好吃 是壯不是胖 你說誰撞呢 是二頭雞鼠 今天不小心吃太快了 太好吃了 果然問午安 結果比你們還早吃完 你們太晚去買午餐了啦 吃太快再煮一盤 煎餃很不方便 今天要去樓上的廚房 要去樓上的廚房 謝謝欣寧的花枝金翠 謝謝詹先生 開始猪猪 猪猪 謝謝楊熊的新之冠 她覺得今天的光線很好 我好喜歡這個節奏喔 今天比較正常的光線嗎 我覺得應該是穿黑色衣服 每次只有穿黑色衣服的時候 臉才是正常的顏色 不然看起來都黃黃 對啊今天是自然光 有沒有看到我眼裡有你們 還曾經在昨天Mina的台語時間 我覺得台語不錯 今天可以來挑戰別人的語言啊 我的水沒有了 想要喝個水 去拿一下水 有點口渴 在家幹嘛背包包 不是方方 是我的吊帶褲啦 它一直掉下來 謝謝茄子的新之冠 我要喝水 喝水 倒一點點就好了 可以挑戰法文 法文太難了吧 嘟嘟嘟嘟嘟 嘟嘟 最後一句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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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一下牙齒有沒有 趴舊菜 好像很乾淨 Mina的翅膀有起飛了 當然啊 我是最入房間的天使 我是天使Mina 快眼睫好看的圖啦 好喜歡這個base 爸爸沒看到吃播 我今天吃太快了是不是 不要把鏡頭當鏡子 沒關係啦都照完了 那我可以塗補一下唇膏嗎 因為我吃飽了 真的好像沒有唇膏看起來好像也蠻好的 那我還要補嗎 因為今天好像是自然光 自然光很不錯 要補嗎 蘿莉郎結果頭天換尖角是不是 用我嗎 我直接消失 尖角的皮帶嘴唇上有嗎 真的假的 哪有啊 騙我的嗎 哪裡有尖角的皮 我當時看到我鼻頭上的汗滋 太熱了 要被騙了 好你們要騙我是不是 今天穿這套很厲害 哪裡厲害 只是很少穿這件而已 是天鼠 那我要補唇膏嗎 補一下好了 補了會更紅 補一點點 你看超紅的 有嗎可以嗎這樣 隨便補了一點 好像沒有均勻 偷偷用 謝謝熊熊的新之冠 謝謝太空的LOVE 哈囉大局好久不見 謝謝漢漢的Kiss啾啾 這套感覺像你老鼠 你說等一下老鼠啊 你說等一下老鼠啊 你才老鼠 你全家都老鼠 謝謝坤坤的向日葵 阿華的話80%就都假的 剛剛是阿華又騙我是不是 以後阿華的留言都略過啦 知儀喜歡游泳嗎 知儀到底是誰 看我直播那麼久還叫我知儀 你氣死我了 我是焊鴨子啊 我是焊鴨子 老鼠戒的焊鴨子 老鼠不會游泳 知儀是誰不知道 以後再叫知儀 我就不回那個留言了 你氣死我了 跟黃秘鼠吵架誰才是老鼠 黃秘鼠是老鼠啊 好啊 這有什麼好吵的 喜歡叫我的本名 好吧 喜歡就叫吧 謝謝季風亮的一人棒 我們都不是等鼠之輩 不要什麼 什麼詞都硬要加鼠好不好 我跟黃秘鼠的對話已經 沒有一句話離不開鼠了 哈囉夜藍午安 倉鼠有去過水樂人嗎 沒有耶 有點怕 有點怕曬黑 不太喜歡曬黑 然後也不敢玩水 而且不乾淨的水 我碰到很容易過敏 現在最近今年 我在講什麼 就是今年比較還好 當然 有時候夏天會突然就是 很容易過敏 就是洗澡完 全身都會紅紅的 最近比較還好 不知道為什麼 長大了嗎 那過敏是很嚴重的耶 而且糖都會持續差不多兩三個月 一直去看醫生 要吃抗過敏的藥 任何人前週才剛剛曬傷 是跑去海邊玩嗎 水質的問題 不知道 不知道跟水質有沒有關係耶 湯鼠的皮膚比較敏感 但今年就還好 有時候會比較不穩定 全身的皮膚對啊 然後臉會最嚴重 我過敏很嚴重的時候 整個臉一塊一塊的 真的超級醜的 然後 常常就是洗完澡 自己照鏡子在吹頭髮的時候 都會照到哭 就覺得自己很難看 常常都這樣子 然後我 我記得奶奶那邊 我不知道她影片還留不留著 就是我過敏 然後在那邊照鏡子 然後一邊吹頭髮一邊哭 就是我好醜這樣 然後奶奶就拿著手機在那邊拍 拍我哭 她說你幹嘛哭 我說我好醜 然後她就 哈哈你在哭好可愛 你們時候怎麼有這種人 她覺得我 她覺得我在哭很可愛 她覺得我在哭很可愛 奶奶壞壞 對啊 我生氣的時候她也這樣 然後我在哭的時候她也 她還拿手機給我 過敏好像有些醫院可以驗對什麼過敏 好像這是體質吧 因為其實 我媽媽也是很容易過敏的 所以應該是遺傳 不知道是對什麼過敏 她好像 對啊奶奶就很壞 她就覺得 她覺得我因為過敏哭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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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奶奶過敏 搞不好喔 搞不好喔 但是因為過敏 但是因為過敏源太多了吧 有點難驗出來是對什麼過敏 可是就是洗完澡之後就會 就會全身發紅 然後 進化水的藥物放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我是不是應該要去山 山林裡面隱居 就是那種 大自然最 最原本的那種 就是我也不能吃太多什麼加工食品 然後水也不能 進化 就是加太多什麼綠啊 還是什麼的 然後直接去山林裡面洗山泉水 對啊 哈囉愛死無安 我已經夠靠近山了 還不夠 我老了真的要搬到山林裡面 我想要住在山林裡的小木屋裡面 過那種獨居的生物 變獨居老了 好像不太好 就是想要有自己的 小世界嗎 就是喜歡 那種 遠離成宵的感覺 現在當偶像已經 有一種覺得自己慢慢在 踏入社會的感覺 可是很怕自己會 很怕自己會變成 複雜的大人 變成自己不喜歡的大人的樣子 所以 所以想要一直 一直像小朋友一樣 保持很單純很純粹的心 就算到 不管世界怎麼變 我就是要做我自己 我的固執 然後我想要老的時候 在 就住在山林裡面 然後 我想要學習很多樂器 然後 可能自己 就是 種一點小花什麼的 就 也這樣也蠻好的 就 住在深山生活不方便 那我可能就得自己種 一點什麼東西了 反正我又不喜歡吃白飯 就 種我喜歡吃的 有 乳瓜 馬鈴薯 這些東西 Mina還是要相信 世界上有壞人 我知道世界上有壞人 可是 就是 偷我腳踏車的那種 就是壞人 可是 那個壞人 就只是 很少一部分的人 幾億人口裡面之一 幾億分之一 很少很少的壞人 三菱可以養很多倉鼠變成倉鼠山 好多同類 怎麼覺得有點恐怖 偷腳踏車的 欸 其實我昨天 我昨天去了 菜市場 我買了水果 然後 然後我發現 我發現我好想要買腳踏車 因為 即使我說現在可以騎U-bike 但是我發現 騎U-bike的話 我還是要提著那一堆菜跟水果 走那 就是 停完腳踏車之後 我要再走 一段路才到我家 因為我家離U-bike的地方 是有 是有距離的 然後我就覺得好重喔 要騎很遠 對 因為我腳踏車被偷移了 我第一次去市場 然後我就發現 好重 我要提很長一段路 然後 而且U-bike的那個 菜籃子啊 U-bike的菜籃子 太小了 我只買了一袋蘋果 跟一串香蕉 就已經滿了 它那個菜籃子太小了 真的很 不適合買菜 而且我買菜 隨便買就一定超過半小時 然後我要再 被扣10塊錢 我覺得這樣子 這樣長久下去 好像不太行 真的是不太方便 謝謝漢漢的許願品 所以我覺得好像還是得買腳踏車耶 然後我昨天就上蝦皮找了一下 腳踏車的價錢 然後我發現其實3000塊以下 就有 就有腳踏車了耶 所以其實感覺還行 去買一台要買在哪裡 對我發現其實 因為我那台腳踏車其實也就才 我記得就3000出頭 還是3000以內 反正就是沒有很貴 然後我在網路上發現 更便宜耶 可是我不太敢在蝦皮上買腳踏車 我覺得還是去腳踏車行 買比較快 腳踏車二手幾百塊就有了 真的喔 欸我那腳踏車會不會 會不會被人家賣到二手店裡面 然後我自己再 一直把他買回來 二手的腳踏車感覺 維修費就很貴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買的話 應該會想買新的啦 跑去二手的車行 搞不好看到自己腳踏車被拿去賣 我覺得腳踏車是 果然還是很重要啊 我還沒有去報案 我在想我要去報案嗎 因為是我自己沒有上鎖的 如果我去報案的話 就增加了警察的麻煩 所以我自己覺得 而且其實那腳踏車騎七八年 其實我之前都開玩笑說 那腳踏車那麼爛被偷就算了 就再買一台新的囉 所以我現在就 我就在想還是就算了 就不去報案了 反正也差不多該換一台新的 因為他都一直沒換 我也捨不得換嘛 會不會吃案呢 對啊就想到我 我之前眼鏡掉了 然後我跑去警局說我的眼鏡掉了 然後警察就是那種 在澳門的時候啊 那警察就是那種 那種 不屑的樣子 就 蛤?眼鏡掉了也要來報案 就是給我這種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 就覺得好像這種 價值不怎麼高的東西嗎 差不多三千塊左右的東西 那眼鏡差不多三千多 三千以內 跟腳踏車差不多 警察就很不屑一顧啊 所以我就覺得 還是算了 感覺也不會 我想要 我想要比個久 我去拿一下衛生 對不起今天狀況怎麼那麼 有點多啊 但是我附近好像沒有衛生 我去拿一下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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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個衛生 然後呢 我也去拿一個衛生 你就可以看到衛生 你拿衛生 拿一千萬一 你拿衛生 拿衛生 拿衛生 肥來了 鼻子好癢喔 客廳沒有衛生紙 跑去廁所拿 好癢 謝謝尊尊的石頭 你們想念小昌 剛才忘記把小昌放過來 哈囉 陳來富 午安 媽投影午安 謝謝豬 的花枝金翠嗎 去警察局會先請我自己看監視錄影 你們覺得呢 你們覺得我要去警局報案嗎 還是就算了 反正那台腳踏車那麼久了 也該換一台新的了 其實我當初真的沒想到 那台3000塊腳踏車 我會騎這麼久 騎了快10年耶 哈囉 米索 米索改是什麼中二的名字 AKA新野原是這樣 我真的當初沒想到 我會騎那麼久 超級購本 超級購本 對啊 一進來就聽到報案 米索知道吧 我腳踏車被偷的事件 在7月19日 這天是個星期天 不然找到機率也很低喔 那我還是再買一台新的好了 不知道腳踏車行可不可以收那個勒 那個三倍捲 還好當初沒換籃子 不然更心痛 欸我也覺得 如果你剛換了一個新的籃子 然後只有腳踏車就被頭 真的超心痛耶 我換捷安特 捷安特停在捷運站 我不敢停耶 好恐怖喔 找不到還是要去備案 要嗎 二手的 因為其實腳踏車維修也蠻貴的 我腳踏車3000塊 我維修的錢其實就超過3000塊了 但是這維修的錢 你要想是在這8年內 8年內維修一定有3000 就是換那個輪胎啊 還是什麼繞淚那種 換鏈子 它會生鏽什麼的 等等 費用其實是有3000塊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買二手 你再加維修費用 其實我覺得不會比較便宜 我自己是比較想要買新的 免出腳踏車被透過半年在路邊自己找到 然後你就直接牽走了嗎 現在U-bike也很方便 我以為會很方便 所以我當初沒有想買腳踏車 可是經過不到一個星期 我就覺得好不方便喔 因為我家裡U-bike還是有一段距離 在路邊找回來太神了 而且是沒有上暑的狀態嗎 謝謝Akira 那就買新的吧 對啊我還 正在想 我覺得好諷刺喔 昨天才說我應該不先買腳踏車吧 然後今天就心軟就想買腳踏車 日本的腳踏車是有車牌的 所以不見就能找回來是嗎 被上鎖很久 對啊明明就自己的腳踏車 就看到自己被偷腳踏車在那邊了 然後還被鎖起來 想說到底是誰 有抓預算了嗎 應該就3000以內吧 其實通勤的腳踏車不需要買多貴啊 3000塊都騎8年 這真的很堪用 謝謝下雨的新之冠 日本的腳踏車都是要登記的 所以台灣是不是因為腳踏車不用登記 所以才那麼多 那麼多腳踏車 台灣腳踏車也可以登記電子編號 真的喔 便宜的腳踏車也可以嗎 有車牌的話被偷偷接到勒索電話 腳踏車也有人要勒索 可是如果是3000塊腳踏車我真的就覺得算了 日本連停單車都要付錢 真的喔 那這樣的話我就不騎了 要去提議新政策 什麼新政策 你說在腳踏車加車牌嗎 可是這樣也很麻煩耶 這樣也很麻煩 而且你要騎腳踏車是不是都要戴安全帽 因為現在台灣好像都 騎腳踏車沒有戴安全帽的 講到要付費就不騎車了嘛 就是要看有沒有划算阿 有沒有省到錢 偷車的人就是覺得 我不會去報警才偷的 是嗎 好啦我以後會好好上鎖的 如果上鎖還被偷我真的會去報警 那這是我自己舒服 騎腳踏車其實本來就要戴安全帽 但是因為都沒有人戴 然後你戴的反而很奇怪 通常看到騎腳踏車會戴安全帽的 都是那種 騎那種很像什麼越野腳踏車嗎 就是很專業 然後他們身上的裝備 一切都是那麼的完整 你很少看到有個人像我這樣 騎俗女車的人還戴一個安全帽 是怎樣 然後就看起來好像很帥氣 就騎超慢這樣 去跟里長說設U-bike這樣 其實已經 我覺得其實現在這個U-bike已經很方便了 因為以前我們家這邊是完全沒有的 現在有U-bike在已經不錯了 我覺得走路10分鐘以內都算是很近的 10分鐘以內都算近的 只是比起自己家樓下就停一台腳踏車 那10分鐘的路程還是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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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浩要走了 浩浩要走了 浩浩拜拜 上班加油 用見一下 好啊 噢 那天啊 騎完帽子還要拿著 對啊 腳踏車帽子騎完也 如果放在腳踏車那邊感覺也會被偷耶 哈囉 文綺 武安 傳教室會戴安全帽 傳教室為什麼要戴安全帽 這是什麼 我沒看過耶 謝謝夏爾的真情告白 哈囉 小玉 武安 不懂 傳教室為什麼要戴安全帽 我如果在路邊看到傳教室戴安全帽 我一定不會想理他 今天這個特效蠻適合的 用一下 真的是一堆小偷 對啊 好可惡喔 魔門叫 魔門叫是什麼 魔門叫 魔門叫 沒有聽過耶 謝謝夏爾的花開開 傳教室都會戴安全帽 感覺就好可怕喔 欸 我記得捷運站附近很多 捷運站附近很多 那是傳教室嗎 就是那種 那種 對 算是傳教室吧 就是會放著那種 經文啊 就是那種歌曲 那叫什麼歌啊 金歌 就是那種 宗教的歌曲 然後就有一個人在那邊 中間 然後旁邊就有人拿著那個 就是要跟你傳教 喔 聖歌嗎 對對 兩人一組 兩人一組那種 對對對 每次經過都覺得很恐怖耶 可是他們沒有戴安全帽啊 他們沒有戴安全帽啊 但是我每次經過都覺得他們很恐怖耶 他們人很好 不好 我有 我有接受他們的傳教過一次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些人都會先眼神跟你對到 然後對到之後就 不好意思 請問可以耽誤你幾分鐘的時間嗎 然後就想說幾分鐘而已 你就 就是讓你講唄 然後就 然後我就 他每次跟你說 然後耽誤你一兩分鐘 然後一講就講了十分鐘 然後我就想 那時候就超生氣的 雖然我是沒有趕時間 可是 我就覺得 我就沒有要信總教 而且你明明 你怎麼 你要傳教的人 你怎麼可以說謊 你自己說耽誤人家一兩分鐘 結果你講了十幾分鐘 然後 我就是一直想走 他就不讓我走 你怎麼可以說謊 我覺得超生氣的 你要傳教的人 上帝有允許你說謊嗎 就是糾結這個點 不是嘛 你要耽誤我幾分鐘 你要先講好啊 而且你的工作 如果就是要傳教的話 那你是不是 自己知道你要講多少時間 你怎麼可能不知道 你會講超過兩分鐘 你自己還要騙我說 你要講兩分鐘 那萬一我真的趕時間怎麼辦 你要耽誤你要先講啊 怎麼可以騙人 你要傳教你先 你先說謊 騙我的時間這一點 我就不想 就算我 我可能本來有可能會動搖信教的 結果 就因為你說謊 我就不想聽你講話了 這個做人失敗 不要生氣了 所以我就 我只有有一次 我很耐心的聽他講完之後 然後我想說 可惡啊 你敢騙我 所以我以後看到我都躲很遠 你不要過來 你不要過來 又想騙我 我被騙過一次是不會再被騙第二次了 我沒有那麼笨好嗎 同一個洞是不會掉下去第二次 你在跟我說話要300 有夠氣不呼 不是嘛 就不喜歡人家說謊啊 至少要先讓我有一個心理準備 是不會嘛 我看起來很好搭訕 我看起來就笨笨的是不是 難怪人家都想騙我錢 就覺得我看起來笨笨的 而且我真的又很不會拒絕別人 每次都想說 他可能 就是我只是抱著體恤人家 可能在路邊那邊 問很多人應該都是被打槍 覺得他們很辛苦 應該很想找一個人講話吧 你要想那個人站在路邊 大太陽的 冬天也很冷 夏天也很熱 然後在那邊路邊 可能找人填問卷 還什麼 就覺得好辛苦喔 他那麼辛苦 然後他可能就可求 他那一天可以講 講句話 結果 都沒有人要跟他講話 你要想一個人 他找不到人講話 多悶啊 好可憐 他找不到一個人跟他講話 他如果有一個講話對象 會多開心 然後想說好 那就幫他一下好了 這樣子 就是抱著體恤他的心情 我是覺得OK可以接受 但你先跟我講好幾分鐘 你不要講超過 你自己控制好時間 我就覺得無所謂 我生氣的是他沒有跟我 因為我覺得 時間很重要 我說過很多次吧 時間真的很重要 時間就是金錢啊 如果讓我的時間被浪費了 我就會很生氣 謝謝楊索的心之館 可是我又很俗辣 就是人家路邊攔截我的時候 我真的很 就又不好意思拒絕 然後又 就在那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沒有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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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就很生氣 我就表現不出來 而且我覺得 就算我表現出來 那個人應該也不覺得我在生氣吧 就說 我很忙 我真的沒有時間啊 你真的人會理我嗎 我覺得 我就算他真的生氣 應該也不會有人理我 放棄生氣了 給我滾 太兇了吧 他會不會直接報警 他會不會直接報警 我沒辦法 我派不起來了 就心裡在想 就死了 我就死了 八八很好被搭訕 八八落女子啊 如果是我也要去搭訕落女子 我生氣應該會笑出來 這跟奶奶有什麼不一樣 奶奶看到我生氣就笑出來 也許還能過 馮甲很多會強迫推銷的 欸真的嗎 我之前去過馮甲夜市 但我沒有遇到 還是你是說馮甲人 不一定在夜市是嗎 我生氣應該感受不到我在生氣 我不知道他怎樣才能讓別人感受到我在生氣 我生氣的時候會有一個 那種低鳴嗎 就是我生氣的時候會 就是會有那個 很低的 低的共鳴 低鳴 但我不知道 是要怎麼讓人家感受到我的那個低鳴 是狗嗎 對 寵物生氣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講 我不知道啦 我沒有養過貓貓狗狗啊 我不知道寵物生氣是怎樣 是小豬嗎 到底是什麼動物 我是老鼠啦 我是老鼠 外面突然摩托車聲 對為什麼 我在 然後突然就外面就一個摩托車飆車聲 飆過去 直接幫我低鳴 笑死 貓咪 貓咪跟我生氣一樣 欸沒有 你們看我雖然平時是個小貓 可是我生氣的時候會變獅子 因為我是獅子座 要小心 老鼠不乏為你把我當病貓啊 啊 自己都笑場 誰誰跟誰跟爸爸講英文 傳教師跟你講英文啊 不行啦 我現在笑不是笑不是笑 我現在兇不起來 我的威嚴呢 我的威嚴不輕易顯露了 該需要威嚴的時候我會有威嚴的 謝謝阿華掌聲鼓勵 啊傳教師都講英文 所以是真的外國人的傳教師 啊我怎麼遇到都是講中文的 氣勢很重要 我就沒氣勢了 我有氣勢還會現在這樣子 我有氣勢還會用這個特效嗎 這個特效看起來就很弱 Mina還是笑笑的比較可愛 你說哪種笑 Key笑的笑 遇到台灣分布的 你台灣分布都很不老實欸 是假傳教師喔 如果日本傳教師跟你講英文 蛤 真的假的 爸爸怎麼都會遇到那麼多傳教師 這個仇我一定要抱 就兇得起來了 謝謝中和喵喵的 石頭 哈嘍 水瓶座晚 不是晚安 午安 謝謝中和喵喵的花枝金翠 蛤 停紅綠燈很容易遇到傳教師 他們也太壞了吧 趁人家在等紅綠燈跑不掉的時候 然後故意來跟你傳教 這很壞耶 他用這一招我覺得太小人了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這樣子的傳教 謝謝米酒的向日葵 蛤? 摩門教都騎腳踏車 真的假的 這個教 那你們剛才說哪一個教室要戴安全帽的 騎摩托車的 感覺好像比較高級 會不會有的教更高級都開兵士 開兵士團教有沒有 可能在路邊等紅綠燈 然後突然有人那個車窗搖下來 說我們要傳教 然後你可能就很嚮往 他說加入我們這個教 扔扔都能開兵士 然後就有人相信 怎麼聽人家照片集團啊 感覺就很不ok耶 大安全帽也是騎腳踏車 原來如此 謝謝追蹤 所以他們要證明一件事 就是他們的教室非常守法 即使騎腳踏車也要戴安全帽 是不是 謝謝維倫的玫瑰 我那個真的是詐騙 我還沒有遇過這種詐騙 但是如果真的有人開兵士 然後車窗搖下來 然後問你要不要加入什麼教 就是邪教啊 誰敢加入啊 太詭異了吧 我還真的不敢 聽起來就不妙 蛤 你遇過一路跟鬧目的地的傳教 我知道 我也有遇過 就是我也是在捷運 捷運站附近真的很多傳教 很恐怖 而且是 你都已經 就是 說不好意思我趕時間了 而且我那時候是真的在趕時間 好像因為下雨天 對 下雨天我就不騎腳踏車 我就搭公車 然後我就 因為我們那邊公車很不好等 可能錯過一班人 然後再等半小時以上 就很久 所以我那時候就看公車快了 我就很趕時間了 說不好意思我趕時間了 我就趕快走 然後那個 那個人就撐著閃 一直追過來耶 一直追過來 我都受了趕時間 然後就一直走看 他怎麼還一直跟著我 好像超煩的啦 然後就一直坐到公車站 我趕快就衝上公車了 就已經說趕時間了 是不相信 就報警了 可是是女生 如果是男生 我可能會覺得 欸是不是什麼怪怪的怪伯伯 我覺得可能會很怕 可是是女生就是 看起來就正正常常的 最可怕的是還跟上公車 應該是不至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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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還是很恐怖啊 就是你都已經拒絕了 好像還硬要推銷什麼東西 很不舒服耶 就跟你說了先不要 你說那人過來我就這樣嗎 就跟你說了先不要 有些就是故意用女生來傳教的 欸感覺女生去傳教男生 是不是就傻傻都相信啊 是不是 你們不可以被女社誘惑 我突然想到我前陣子看了XJapan的報道 就是在說XJapan他們的那個 那個主唱 XJapan當時在日本是非常紅的嘛 那有玩搖滾樂的 一定多多少少都有受他們的影響 雖然我本人不是特別 偏好視覺系的樂團 但是XJapan他們畢竟是一個 就是是一種經典 然後我就看到 我不知道是多久以前 爆出這個新聞了 就是說他 就是那個主唱 他不是 被他老婆 洗腦 洗腦然後就信了邪教 對然後我看了之後 覺得他也太可憐了吧 而且他就一直 他整個徹底被洗腦 然後一直到 他發現他被戴綠帽 他發現他被綠了之後 然後才清醒 對然後他所有的錢都被騙光 就騙到那個邪教 我覺得超級過分的 還幫邪教唱歌 對啊 然後最後還被綠 我覺得他一聲也太坎坷了吧 而且本來是這麼棒的一個樂團 然後就有被搞到 被搞到解散 然後 如果當初沒有 沒有那一段的話 現在應該XJapan有更多很 很棒的歌曲吧 邪教就是這樣才叫邪教 太過分了 看完之後我都覺得好 好心疼耶 世界上壞人是很多的 而且你覺得最可怕的是 一般我們都覺得邪教怎麼可能會相信啊 可是他的對象是他的老婆耶 他的老婆 應該是有目的的接近他吧 然後為了洗腦他 他們重新活動 是啊 他們現在重新活動了 沒錯 可是在他未清醒的那一段期間 我們少了多少好音樂啊 覺得好可惜喔 謝謝下我的啾啾你喔 我們一般人可能覺得 我們怎麼可能相信那種邪教啊 然後結果 洗腦他的對象是他的老婆 天天耳濡目染 那你也 不知不覺被洗腦 你也不知道 所以真的是 太恐怖了 謝謝阿姆那奇的 事業潮 好 謝謝大家追蹤 他以為是X調查 不要所有X開頭就是X調查 這是XJAPAN 等等的人先來放下XJAPAN的歌啊 看了之後真的覺得好難過喔 他會先滲透你身邊人 這是邪教可怕的地方 一開始就有計畫了 可是我覺得好可憐 為什麼就是瞄準了那個主唱 大家好 我宣傳一下 宣傳一下 我是AKB48在台灣的姐妹團 AKB48 TeamTP的成員 我叫潘姿怡 然後可以叫我Mina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 然後要記得追蹤我的IG喔 好可憐喔 喔對而且很可怕是 騙人的他老婆 以前也是日本演藝圈的一個歌手 也是一個歌手欸 演藝圈的人 然後長得也蠻漂亮蠻可愛的 然後沒想到 沒想到是 這樣子的人 所以說人不可貌相 太可怕了 謝謝辣妹還有Maru 謝謝水瓶座 謝謝小玉 我的女神是星緣結 男神是三下之九 對啊這個組合太棒了 謝謝阿當 小技小魚啊 午安 我覺得很恐怖 所以我覺得 我還是不要 就是沒有宗教信仰 活得更快樂一點 而且 我是覺得世界上沒有壞人 我知道有壞人 但是 大部分的人是好人 所以我還是會說 世界上就是 基本上來說 沒有什麼壞人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需要 心靈寄託的地方吧 就是很多信仰宗教 感覺就是 為了尋求什麼 心靈的寄託 但是我不需要啊 因為我自己活得很快樂 所以我不需要信任何的宗教 謝謝阿卡的掌聲鼓勵 你們的信仰是聽TV 這可以 這可以 偶像也是一個很棒的 力量 哈囉虎爺 午安 張無忌說 越漂亮的女人 越會騙人 這個 感覺是 確實是 確實是這樣子 但感覺也不一定 感覺也不一定 感覺也不一定 也有不漂亮的女人會騙人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因為一個新聞而長大的Mina 而且那個 報道滿長的 又一直 就很好奇 他現在後續到底怎麼樣 而且畢竟是跟樂團有關的吧 我就覺得 我之前沒有特別喜歡X Japan 可是看到了那個 報道之後 覺得 他這一生過得太坎坷了 也有漂亮的倉鼠很容易被騙 所以不一定啊 反正凡事都不能只看一面啦 越妖艷的女人還是躲得遠一點 不知道耶 這個我不太知道 貌勢忠良的男人也不可信 現在社會新聞上面太多了啦 反正就自己選擇 要不要相信喔 如果信神會中樂透就信 之前那個什麼 威力才不是 不是一上看多少錢 我至於是沒有 沒有在看 沒有在關心這些 但好像有聽說 獎金蠻高的樣子 20億喔 這麼多 現在還沒有開威力才 20億 大家有沒有買起來 20億好可怕喔 25億了喔 真的喔 好多喔 剛好無法想像的數字啊 昨天買綜藝馬 綜藝馬還不錯了耶 這次威力才中就相信 各個地方都去拜一拜的 然後看最後哪一家中的比較多 就信哪一家是不是 可以請Mina爆7個號碼 我又不會爆名牌 我沒有那麼厲害 我沒有那麼厲害啦 如果我這麼厲害 我自己就去買了 什麼瓜分什麼東西 買500虧300 那也還好啊 至少不是買500500都沒了 收鮮了 你怎麼找一個 女人 就買也來 沒了 我隨便說個數字 我要說 3.7啊 有到3.7嗎 有吧 中門話就露鼓好言當老闆 我覺得可以喔 謝謝欣欣追著喔 我記得小時候爸爸媽媽也會叫我去 選號嘛 可是每次選都不會中 中了21生命會變短 呸呸呸呸呸呸呸烏鴉嘴 謝謝劍谷的楓葉 還差三個號碼各評本事啊 如果大家都買一樣號碼 這樣就沒有意義啦 大家一起發財 你說一起share 也是齁 如果30億有30個人重量 一個人1億也夠多了 種了生命變短也沒差 可是應該是也不會吧 誰說種了生命會變短 這是什麼胡言亂語 不然大家一起包牌 我覺得應該會有人包牌 好像以前小時候看新聞 那種共沽很久的 然後都會有人包牌 可是包牌的不會只有一個人 就會很多人包牌 然後再一起分那些錢 我又沒有功德 誰說我沒做功德 我今天扶老奶奶過馬路 你說我沒做功德 謝謝劍谷的生日蠟燭 三十一三十個人 一個人十個是八千 喔對還要繳稅 還要繳稅 應該有些人買個幾十萬都有 我覺得這就是 看運氣啦 如果是我的話 我是沒有買過 我是沒有買過 什麼奇怪的減獸理論 我是不太相信啦 有錢人還活得比較久 我覺得跟有沒有錢 沒什麼關係啦 反正活多久都是 就是命啊 壞人也不見得比較短命 有些壞人是活得好久 都是命啦 就是隨緣吧 謝謝果蘭翁的四葉巢 但我自己覺得 隨便把什麼減獸 擺在嘴邊不太好 就是感覺 怎麼講 感覺好像很見不得別人好嗎 感覺好像很見不得別人好嗎 感覺好像很見不得別人好 看到別人揍你還說 他揍完了他一定減獸 就是講這個話 感覺很見不得別人好 就不能恭喜一下別人嗎 謝謝黑掉生日蠟燭 我 乾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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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們喜歡講乾嘛呢 乾嘛呢 你都是說該請客囉 如果真的有朋友中獎 請個客是還好啦 如果我中獎 我也願意請客啊 是不是 但是我本來就 我雖然很節儉 但我本身 就是沒有很看重錢 我就覺得 錢是身外之物嘛 錢是身外之物 反正賺多賺少 日子就是這樣子過了 活得開心最重要 聖哲慢說的那個 我只能說就是命啊 每個人命不同啊 但你怎麼可以一眼蓋瓜 說 人家中獎了 所以就死了 就是 這也太以偏概全了吧 又不是所有中獎的人 都減獸了 為什麼要以偏概全 謝謝Akia的向日葵 請不請示一回之戰都是要講一下 可是通常都會請客啦 就是中獎的請一點沒有什麼 莫名的騷擾都來 你說 你說如果中了樂透之後 會開始很多人騷擾 我覺得也是很恐怖 感覺怎麼樣 國外嗎 國外也會有這樣子 然後中獎之後 然後那家人就很開心 上街的時候 耶我們中獎了 然後台灣 台灣有人中獎 全部被馬賽克 因為他很怕會有人去騷擾他們 所以全部馬賽克說 嗯 很開心中獎 這是相對低調一點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真的是 文化差異嗎 突然出去一對不知道的親戚 這好恐怖喔 只要有喝水的人都會死 都是在講廢話 一天有24個小時 24小時 是幾分鐘 不知道怎麼算齁 在非洲 每60秒 就有一分鐘經過 都是在講廢話 我們來聽一下X-JAPAN的歌好了 我們來聽一下X-JAPAN的歌好了 剛剛有講到X-JAPAN X-JAPAN 啊美國規定樂透要公開露面 真的假的 這種事還有規定的喔 那台灣真的很保守耶 台灣都會被打馬賽克 我們來聽哪一首歌啊 哪一首比較好 我記得有一首抒情歌蠻好的 誰跟你X-JAPAN 我唸很標準 我手機都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喔要證明沒黑箱 We are 那是One OK Rock的吧 我聽X-JAPAN的歌曲嗎 我以前只有 特別有印象是We can吧 因為有 樂音社有玩過這首歌 不是我那一團玩 但別團玩我覺得那首歌蠻high的 誰能想得到最近要滿24歲之以 四年前居然要滿20歲 小明真的是很會講幹話耶 我有沒有試過賭博嗎 我就算有的話我能講出來我有嗎 聽得懂嗎 這樣講聽得懂嗎 今天到幾個 今天到一點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等一下看 稍微唸一下排名 就差不多要結束了 我就不明講了 謝謝米酒的向日葵 謝謝米酒的向日葵 那我先來唸一下排名好了 會不會太早唸 還有三分鐘 應該還好 慢慢的唸 今天的第十三名是 謝謝米 第十二名是 謝謝 第十一名是 謝謝 第十名是 謝謝 第九名是 謝謝 第八名是 謝謝熊熊 第七名是 謝謝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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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名是夏兒 謝謝夏兒 謝謝夏兒 第五名是欣盈 謝謝欣盈 謝謝欣盈 第四名是 謝謝鑽鑽 謝謝鑽鑽 第三名是 阿基羅 謝謝阿基羅 第二名是 想睡覺 謝謝想睡覺 第一名是 尖角 不是第一名是 羅莉郎 謝謝羅莉郎 謝謝周喵的LOVE 蛤 蛤 要幫爸爸呼呼 爸爸怎麼了 尖角 那個圖就是一個尖角阿 羅莉角 謝謝羅莉角 謝謝羅莉角 爸爸之前頭撞傷了還沒好 怎麼會撞傷工作的時候撞到嗎 謝謝Tapidano的LOVE 聽起來會大賣的母湯商品 欸對耶我也覺得羅莉角會大賣耶 羅莉角 羅莉角應該長什麼樣子啊 不知道耶 感覺就很想吃 聽起來有點可怕 沒有我覺得羅莉角可能就是指那種 mini size的水餃吧 我覺得可以耶 就是你知道吧 做那種 做那種商機 就我們以前有一個老師講過一個 他在路邊看到賣很慢水果 他寫很慢的水果 然後老師就覺得很 就很好奇就馬上跑過去說 欸什麼叫很慢的水果啊 就是水果還有分快跟慢嗎 覺得很特別 然後老闆就說 喔沒有啦 就是一直是 很慢的水果 就是現彩的水果 可是就因為他寫很慢的水果 所以 所以 你才會好奇跑過去問嘛 所以這就是做生意的一個 小撇步 小撇步 所以我以後我就 以後我就賣那個 羅莉水餃 他們家就很好奇 什麼是羅莉水餃 然後一直就是 啊 這個一般的水餃是這種產 什麼羅莉水餃 這做這麼小 這麼小 比一般的 一口腳再小一點 這叫羅莉腳 就會變成一個噱頭 是不是 做生意最重要的 就是噱頭 警察會現在關切 不會啊 我覺得你很有創意 糟糕 我現在講出來 會不會以後就是他 有人在賣羅莉腳 羅莉腳 老闆娘不是蘿莉 也太害羞了吧 誰好意思這樣講 會不會說騙人那麼小 沒有啊 這已經說了 這羅莉腳啦 羅莉腳那麼小 那可能一份 一份十塊錢嘛 要賣小小的 小零食的感覺 先去註冊商標 以後看到賣羅莉腳 可能就是 就是米娜 米娜當老闆娘 自己創業 我現在就開始幫我自己 未來的創業之路鋪路了 好啦 那今天直播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 工作結束之後 就好好放鬆一下吧 接下來就禮拜六禮拜天了 禮拜天就是我們的約會了 期待跟大家見面 然後 直播的話 應該是下星期一 會再跟大家直播 見面 那大家 禮拜天 能來的禮拜天見 然後 禮拜天不能來的 就下禮拜一 直播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欸快要Weekend了 快要Weekend了 快要Weekend了 又突然想到 Ex-Japan的Weekend 我們來聽一下Weekend 用這首歌跟大家Say Goodbye 黑雕掰掰 等他唱到Weekend我就要 我就要關了 自動加播 自動加播 突然想聽 坤坤掰掰 說好的掰掰 慢慢跟大家掰掰 空空掰掰 對 深呼呼 暈潮也很愛 S9很真的喔 久樂慢掰掰 熊熊掰掰 坤坤掰掰 Akira掰掰 太空掰掰 什麼時候要唱到Weekend 我在等他這個Weekend 謝謝浪克859的口罩 慢慢的bye bye 搖滾式的bye bye 希望大家都有個美好的weekend 小倩聽到這個才行 因為上一首太抒情了是不是 唱到weekend我就要關台 到了嗎到了嗎 晚上有浪夢成人好 大家可以收看一下 有我們的成員 中間也有聽SJAPAN 爸爸等一下要睡覺 聽那麼嗨的歌可以睡嗎 明天 我們是 qualité 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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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lly大家 好 哈哈哈哈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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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n 嗨起來嗨起來 好啦我唱到We can 我要關台了 哈哈哈拜拜 大家拜拜 Have a nice weekend 拜拜 我要關了拜拜